所以很多人就没有这么一个热血区去信那个东西 但是这里面就来了 就是他今天人为什么不信 为什么再也没有五四人那么 他发现他是不可能的 像陈独秀这样出去为学生讲 但因为我们面临了五四的后果 至少是一部分后果 这是ironic 真是太反复 所以五四的所有人不会想到 就是在九十年以后 同样是青年 同样是文人 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啊 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谴责今天的人 说没有理想 说是不敢担当 或者怎么猥琐 怎么犬如 怎么世俗 因为我们几代人承受了一个五四代 给我们的一个后果 可是离开当初的初衷何其远 文化激进 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回到五四当时的起点 未必回到 你说今天再发动一场五四 第一已经没人信了 那个激情没了 第二你呢还是科学与民族吗 不是现在我有些那个就是愤青 你觉得他们算吗 什么反日啊什么的 表面上看那是很像的 表面上看你看 他这是一个针对 而且还就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 而且还是批评我们现在的 那个有些软弱 对不对 而且还没有什么具体说表面上很像 但当然了 需要意思了不能比了不能比 你从哪看 跟那会儿那股气不能比了 哎那会儿有担当啊 那会儿是自发的 现在都是都都是怎么去的 大家都知道怎么会去烧 这个这个是扔鸡蛋 怎么会去去游行游玩了又怎么样 跟那会儿不可同意而语了 哎呦那个真是 我记得有一个烈士好像是叫什么彭加珍的什么 明儿我忘了 好家伙你知道那个时候他知道清朝的那个酷刑啊 那他就是千刀万剐的 不是有一个同盟会的刺杀了一个哪的安徽 还是哪一个什么巡抚都督的 完了之后这个这个这个手下的人呢 把这个人的心肝拿出来煮了吃啊 徐熙林 徐熙林 对徐熙林 你说就面临他明知道这样就去扔炸弹 徐熙林是当时体制里的 是国军的 当时清军里头的这个这个这个 中层干部等于是 中层干部 就是亲自去去去去去做按下计划 嗯 然后你看汪精卫 汪精卫 这是年轻的时候 引颈成一块和服少年头 哎呦 这这牛 而且汪精卫那老婆叫什么来着 叫叫陈碧珍吗 我那天听听一段故事 就说那个时候的人物确实有意思 本来俩呀就是革命同志 不是谈恋爱的 但是明天汪精卫要去做刺客 要去行刺 陈碧珍 这样一 行 今晚上咱们睡一回 送你 送你去壮链 对 你说这东西 我觉得这革命已幸 呛呛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现在那边我感觉啊 越活越胆小了 就像你说什么犬 我从来不叫犬如什么意思 但我觉得我就很犬如 我也不太知道 就是收藏起来 偷偷摸摸的 不要暴露你的个性 是吧 圣事 这也许现在就叫圣事 那个时候就乱世 乱世出英雄 圣事大家就做 高雄吗 不是不是 做幸福的老百姓 做幸福老百姓 对不对 所以那个 你们讲那个一个太太在家里 另外外面找爱人 胡适其实是个例外 他江东秀一直是 后来到美国去 他都带着那个小子 文化也不高 不过现在他们也考证出来 说他当初见的时候 他爱上了他那个伴娘 一个叫曹 曹成英的一个女的 他在江东秀之前 就先跟那个伴娘就先睡了 结果那个江东秀 拿一菜刀啊 威胁的 后来就一直跟江东秀好 直到最近后来 余英识他们又考证出来 他跟一个美国女子 对对对 通信很多 你要是打破时空的话 那个美国女子 是他老师的夫人 是杜威的夫人 对对对 那你这个话不能这么说 不是胡适勾搭 他老师的夫人 是他跟那个女的通信 喜欢他 杜威娶那个女是在后 所以真正的考证是杜威 娶了胡适的某一个情人 对对 这样来说 还有 所以 变成师母了 变成师母了 后来变成师母了 这个大学者 余英识还做了很多的考证 所以搞得基本上 所以他们文章说 那批人基本上都是这样 他们说这个胡适啊 早段跟后段 也有点不一样 说最初呢 你看胡适是主张 要争个人的自由 说你要不要争国家的自由 但是首先要有个人的自由 因为一个国家 不可能在一帮奴才的手下 我跟你说 胡适就是 我是第一个被劫持的人 劫持 劫持 就是他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最后被截止 比方说什么 白方文运动就是 还有就是个人 球下车 2 3 4 5 7 8 7 9 11